自发行个人一批以来,人气一直扶摇直上的唱片新人郑元唱,于10月18日举办了唱片改版签唱会,更有来自日本、韩国、香港、星马等地的歌迷专程来台参加小众的签唱活动,让他备受感动。 现场会现场,唱片公司特别找来了按摩师傅,替正元唱进行脚底按摩,为小众健康做健检。 宣传期这一阵子,小众很顺脉力认真,常常精神紧绷,筋络有点僵硬,而且饮食不正常,导致肠胃胀气不适。 真的很开心,然后因为这是一张五首歌的EP,然后可以有庆功改版,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唱片公司还有歌迷朋友的支持。 近日有韩国粉丝发现韩国街头牛郎传单使用了小众的照片,并通过公司告知了小众,这让小众自己都大食一惊。 他也呼吁大家要注重肖像权的保护。 然后其实我那时候看到的时候,觉得还蛮,就哈哈大笑,就是因为自己的照片这样子被冒用在一个这么奇妙的一个DM上面, 所以其实我当下的直觉反应就是想说,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牛郎是跟我长得很像的。 然后当然在这边也要就是告诉所有的,不管是歌迷朋友还是一般的大众,就是照片的肖像权真的是要,我们要遵守这个肖像权的法力。